大家好 又到我最南的深海獵奇時間 我去過不少水族館 多數都是看海洋生物 即是海裡的沙魚、魔鬼魚、珊瑚魚 不過富士山這個水族館是以淡水魚為主 這裡可以看到很多不同河、湖、溪間裡的魚 除了魚之外 還有不少有趣的淡水生物可以看 珊瑚 happixi 產品的布料 歡迎繼續收看最南日本東營遊 今集可以說是一個富士山之類的番外編 不喜歡看雨可以不用看這條片 因為我整條片都是拍水族館沒有其他東西看的 其實參觀這個水族館完全是意料之外 因為原本想在山中湖附近周圍看富士山 但大家看到天氣下雨下到這樣 整個富士山好像躲起來 絕對見不到 唯有臨時改行程 所以就去了富士山湧水之里的水族館 這裡原本沒有想來 不過自由行就是有這樣的自由 遇到什麼臨時看不到都可以改行程 旅行看山景大自然景其實是可遇不可求 所以去看大自然景的心態要懷著一個平常心 去之前不要覺得自己一定看到 萬一好像我這樣撞著天氣不要看不到 不要緊 臨時改行程 玩別的東西 最緊要不要影響到自己心情 保持心情開朗 如果不是就浪費了行程 還有有陣時旅程上有些遺憾 都是一個回憶來的 好了 講一講一講一講 就走到來富士湧水之里水族館的門口 好了 大家準備好沒有 準備好就跟我一起走進去看魚 這裏有個迷你的魚菜共生的農業設計 即是一邊養魚又用魚的排泄物給菜做肥料 整件事就循環又天然又環保自給自足 這裏無緣無故有一缸鹹水的小丑魚在裏 但是這個水族館主要是看淡水魚的 沒有什麼鹹水魚看的 入口前面有間店可以買些紀念品 如果大家想買我覺得走的時候買都未遲 畫面拍這條就是山女魚的公仔 山女魚是樽魚的一種 這個水族館裏面有很多不同的樽魚看的 接著這裏可以看到小朋友畫水中生物的作品 好 現在就開始看第一區的魚了 一開始是一些比較細條的河魚來的 瀑在水底那些是那些秋科的魚 好 我見到我很喜歡的防皮魚 俗稱叫做牛屎質 香港魚街很久不久會有這些防皮魚買的 不是經常有的 真的很久不久才見到有 我之前也買了回家養的 顏色這麼鮮艷七彩這些是公魚來的 那些顏色很暗淡的 我第一次見這些魚是我很小時候 爺爺媽養了一些大錦尼 他們久不久會買一包小魚餵那些錦尼吃的 那些一包小魚裡面有時候會有這些防皮魚 我小時候就會抽起牠們來養的 但是賣魚的水族館裏面這些魚又不是那麼容易找到的 而且防皮魚不是每一種都好像這種那麼漂亮的 我在魚街見過一些大條一點 但是沒有什麼顏色的防皮魚 不關發不發色時 它簡直是另一種的防皮魚 沒有這種那麼漂亮的 其實我現在家裡的魚缸都有防皮魚 不難養的一種魚 但是顏色就沒有這裏那些發得那麼漂亮 畫面拍著這條就是防皮魚的餅 看到嗎 顏色掃淡很多 是公才會那麼七彩繽紛 防皮魚有一樣東西很出名 就是它產卵的時候 會插條管在河的旁邊 插條管進去放些卵下去 還有為什麼叫牛屎質呢 相傳說以前的農民 帶著牛逛那些淺水的地方的時候 說這些魚就會插在牛身上 吃牠們的糞便 所以就算牠們的樣子那麼漂亮 顏色那麼鮮艷 都會有牛屎質這個稱呼 好了 我都看了這些防皮魚很久 現在就看看其他東西了 由於人類不斷破壞大自然 所以其實導致這個世界上 有些河魚在牠們的原生地已經滅絕了 例如這一條呢 中文名字我都不知牠叫什麼 品種像杜婦魚那類 跟著這個呢 是挺憑危滅絕的 這款是我很喜歡的美娜加 即是杜田魚 這個是杜田魚的原生品種來的 杜田魚現在很多人工培植 發展出很多不同顏色的 但你猜都猜不到 牠們的原生種現在是很憑危的 在草下面就是杜田魚的原生種 杜田魚是屬於章魚科的 章魚科最出名的有什麼 孔雀魚就是章魚科 跟著這種魚呢 就未到頻危但都要注意的 讓我拍到牠的華麗轉身 跟著這條呢 就是日本鰻魚了 真是不好意思 因為一見到日本鰻魚 我就會想起日本的鰻魚飯 跟著這裏呢 有些淡水的水組 應該是富士山附近的原生種類來的 右手邊這個呢 就是這個水族館最大江的魚 裡面有很多瓶魚的 現在就跟著這些路線呢 就走去那裏了 在日本你看到順路這些牌呢 跟著牠走就可以了 好了來到這個水族館最大的魚缸 看到有很多瓶魚在這裡嗎 可能你會問 哇有些這麼大條有些這麼小條 為什麼可以一起的呢 答案就是 因為牠們不是一起的 其實這裏是有兩層的魚缸的 即是說中間是分隔了兩層的 裡面那層就是一些小一點的魚 外面那層就是一些大魚來的 大吃小是魚的天性來的 無論那條魚餓不餓都好 基本上一條比較大的魚 都是會吃小魚的 所以牠們是不可以養在一起的 尤其是這裏是有很多不同種類的瓶魚 瓶魚本身都比較餵食的 即是瓶魚是比較插得的 所以不可以把那些大瓶魚和那些小瓶魚一起養的 這個江裡面是有很多不同品種的瓶魚 即瓶魚是一個統稱來的 其實當中牠有很多不同的品種 例如很多人喜歡吃的三文魚 都是瓶魚的一種來的 這個這麼大的魚缸 除了有些大瓶魚 還有一些大的尋龍魚 尋龍魚很出名的是什麼 牠的魚子醬 Beluga Carvia 就是魚子醬之中的商品 不過尋龍魚都有很多種的 剛才游過那條 就不是很像Beluga Sturgeon 不過說到魚子醬 其實都是一門好心的學問 我都不是太懂 又有另一條尋龍魚游過 魚子醬其中一個貴的原因 就是你要養牠很久才可以產卵做到魚子醬 這裏就寫明了缸裡面有多少款瓶魚 有1 2 3 4 5 6 7 8 有8種在這裡 我再拍多次缸給大家看 看看大家找不找到這8種瓶魚 有8種在這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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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有條人工培植出來用兩種樽魚混種做出來的 叫做富士之介的樽魚 這條金金地色就是了 好了看了這麼多樽魚之後現在看其他魚了 這條是什麼來的知不知道 這條這麼古怪的魚如果我沒有認錯 它叫做廢魚 不是廢物是廢的 一個廢一個廢 它平時在水中用筛呼吸的 它都是魚來的 但其實它在干擀的地方 都可以生存到一段時間 即它離開了水它都可以呼吸到的 就好像有個廢一樣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樣所以叫做廢魚 廢魚都有很多不同品種顏色 這個是其中一種 然後這條是淡水的塔沙魚 然後這條是淡水的塔沙魚 這裡有一種日本最小的老鼠仔 紅色這區 它們裡面沒有什麼光的 它們都是晚上沒有光才活躍的 即是比較有夜行性 所以它們在紅色這個光裡 就很活躍的 等一下我會拍光那邊給大家看 它們就很安靜的 好啦 好光這邊基本上它們不會露滅的 看不看它們在哪裏 躲在一些草那裏 雖然是老鼠 但樣子也挺有趣的 好啦 接著有些兩棲類動物 看一下啦 剛才那些就是青蛙 其實我比較喜歡這隻 這隻就是叫做榮圓 是不是很有趣呢 好像走出來跟我打招呼 榮圓是有很多品種的 榮圓有一個很神奇的功能就是 它們的再生能力是很強的 即是譬如它弄斷了一隻手 它們的手是可以完全生出來的 是無限次這樣生都可以的 榮圓的再生功能是很厲害的 但是小心一點就是 榮圓呢 有些品種都是有毒的 就不要亂碰它們了 好啦 接著到我 都有一些記性的水生昆蟲 昆蟲不單止陸上有的 其實在淡水裡面 都有不少昆蟲在裡的 它埋了少許身在泥沙裡 這隻應該是水蝶來的 但是我不知道有沒有認錯 因為我不是很熟悉水生昆蟲 拍近一點給大家看看 看清楚了吧 牠們是食肉的 是捕獵者來的 可以捉一些小魚吃的 這隻更難拍 這隻就叫做龍塞 都是食肉昆蟲來的 龍塞在某些地方是有人吃的 但是我就不會吃了 這兩隻終於拍得清楚了 這兩隻應該是田別 都是一些比較強的水生昆蟲來的 不要以為世界上只有魚會吃蟲 其實這些蟲都會捉魚仔吃的 魚仔、蝦仔 還有看到也不要亂碰 你看看牠們前面那裡 被牠們鉗傷應該就見血了 好啦 看完那些水生昆蟲 雖然我怕牠們 但其實我也很喜歡看的 那現在先看一些沒那麼害怕的東西 這隻是蟹 這裡有種類似彈逃魚的魚 但是我就拍不到 因為我也不知道牠在哪 接著這種就是日本土生土長的鳞魚 接著這條好像蝦虎魚 都是日本的品種 感覺上有點像蟲鶴魚 雖然看不清楚 雖然蟲鶴魚這麼大條 但其實牠們都是蝦虎魚的品種 這隻就是水魚 水魚和龜是不同的 水魚頭尖一點 殼就沒有烏龜那麼多坑紋 而且牠們只是縮到頭在殼裡面 那些四肢縮不到 還有就是一般來說 水魚的性情是比較兇 不過龜之中也有些品種是挺兇猛的 所以我不覺得這方面就不能一概而論 這條鳞魚是有點像叫做帝王禽那隻鳞魚 牠們是伏擊型的 在水底不動 眼睛就潮上面 如果那些小魚在牠們面前游 我就會熟一聲地吃掉牠 接著這條在魚街有時候有得買的 叫做淡水石頭魚 不過這條就淺色很多 魚街那些就深色一點 都是些不是怎麼動的魚來的 好了拍一條淡水塔沙魚的近鏡線 剛才清理魚竿拍不到 大家看不見到牠在哪裡 我對眼仔露了出來 牠們的保護色真的很棒 牠好像賭盒裡面那一幕 你看我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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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無端端有條海水魚在這裡 這條叫做竹壁魚 牠是那些安康魚那些朋友來的 安康魚就是有時候會在頭上釣出來的 還有安康魚竿是很好吃的 竹壁魚的特色就是牠有兩塊旗好像腳一樣 牠們可以好像海底漫步在這裡走 牠們都是一些不聲不聲有多厲害的獵食者 牠們的口很大 這條又值得說一下 這條叫做歐洲鐮魚 是可以一條生長到很大很大的獵魚來的 牠也都有另一個名叫做歐洲巨念 就是形容牠很大的身形 網上有些圖片 那些人捧著很大條獵魚 那歐洲巨念就是其中一款來的 好 又看一下另一個大的淡水魚竿先 這個魚街久不久都有 叫做太陽魚 牠也是一種很常見的淡水魚 牠的衰後面有塊東西 好像耳朵一樣 就還是一種很害羞 有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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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 去到另一層之前 再看看這個最大的魚光 因為剛好有一條樽魚游到很近 你看它很厚 很少可以看到這麼大條的樽魚 現在就走到另一層 上面那層就很清楚看到 那些大小魚是分開了 中間間間開了 不過你在下面看就有個錯覺 好像大魚和小魚養在一起 其實就絕對間開了 其實由上面看下去下面看到魚的姿勢 看到它們有時擺尾都游得挺漂亮的 然後還有一些小型的淡水熱帶魚的魚缸 四間魚是燈魚 我自己在家中主要就是養燈魚 燈魚其實不是一些正式的學名稱呼 它是市場上的一些俗稱 其實你一說燈魚就包含了很多魚 主要是指一些細小條 有些顏色又很漂亮的魚 這裡有一隻很大的淡水蝦 立刻想起用來煮東陰宮那些 泰國的大頭蝦 這隻蝦都挺大隻鉗的 這裡有一些淡水水墓 對呀水墓是有淡水品種的 這隻是非洲坦剛之黑湖那隻 跟著這個我也是第一次見 我眨眼看以為是 之前很流行的人養的恐龍蝦 即是好像古代生物三葉蟲那隻恐龍蝦 但我近看原來不是 原來牠是一種叫歐蝦的生物 我都不清楚歐蝦這件事 大家可以用個名字 Google資料來看 其實看來我覺得有點像很小隻的水蟑螂 牠們主要是吃腐葉腐爛的生物 還有牠們對水質的要求很高 水要乾淨要清牠們才能生存 拍攝這些是放大了很多倍的水棗 牠的鏡頭是在顯微鏡那裏拍攝出來的 看不看得到水裏面有很多一點點的東西在動 那些就是水棗 這裡有講那些鑄血腺蟲 那怎樣感染這些鑄血腺蟲呢 其中一個途徑就是 吃了些不乾淨的螺 例如這些淡水螺 那些蝸牛淡水螺 就有很多這些鑄血腺蟲 所以不會亂吃很危險的 這些蟲是會侵入腦部的 不惹小的 是會死人的 所以不要亂吃那些蝸牛淡水螺 那些什麼 然後這裡可以給你洗乾淨對手 就放一隻手指下去 給魚吸一下你的死皮 如果隻手有傷口 千萬不要玩這些東西 還有你放一隻手進去之前 還有你玩完拿一隻手出來之後 你都要洗乾淨對手 那我想說 其實這些魚呢 它這樣吸你 是很癢的 真是很癢 我想大家做過 就知道我說什麼了 是真的會笑的 癢到 好了 接著就落回去下一層了 這邊就可以看小條的 那些鑄魚那邊的魚缸 開頭無奈不是看了一個很大的魚缸 有些大鑄魚和沉隆魚在這裡 那裡面那層是一些小鑄魚的魚缸 現在我們就站進去 就可以看得很清楚這些小的鑄魚了 你現在站在裡面看就調轉了 變了一些小的鑄魚就在你面前 大那些就變了在後面 那這裡的小鑄魚都有很多不同品種 大家自己慢慢看吧 這裡很有趣 好像穿過鑄魚隧道一樣 好 現在就走出來外面了 那這裡就寫著有條鑄背彎了的魚 是因為之前的人用閃光燈拍照 搞到它撞玻璃嚇到它 但是他說雖然它彎了背 但是都好元氣 元氣在日文是解好好的意思 好 最後最後臨走之前 這裡會有很多沉隆魚看 大家都看到沉隆魚有不同的顏色 因為其實我剛才都說過沉隆魚是不自一種的 即是它都有很多不同的品種 大家走之前又可以白板看看這些沉隆魚 那這裡有很多沉隆魚了 那這裡有很多沉隆魚 就好看有很多沉隆魚了 中間的魚 醣雪茄 最後還有一些玻璃地板 不過看得不清楚下面有什麼 今集的富士湧水之里水族館的分享就差不多 不知道大家看了那麼多淡水魚又開不開心 那就約定你們下集在東京再見 拜拜 先介紹你正在看的最愛煮食男頻道 是以煮食為主 另外都會有飲食和去旅行的分享 看完影片喜歡的就請訂閱我的頻道 按鈴鐺 那你就會收到我每個禮拜上載新片的通知 多謝大家